好 我又斬了1600層 為了要玩這一副 的巨靈 先把它合出來囉 大家好我是雲 隨著今天的無雙烈 那有用到毒蛇花 其實 有蠻多場這個毒蛇花都蠻關鍵 那要注意是這只能賦予有方野獸之謎劇毒 而不是有方手下 所以只有野獸會 拿到致命劇毒而已 沒有錯 這致命劇毒跟很多東西都非常搭 因為有很多衝刺型的野獸 都代表說他可以直接跟致命劇毒搭一個 然後 直接解 然後當然跟巨靈還是蠻搭的 因為他可以 可以致命巨靈致命劇毒 要注意是巨靈會打到自己的手下 所以你會連自己的手下一起清 不過基本上就是一個兩張的 超級解牌 其實有點像 有點像薩滿的那個 魚的combo啦 不過又不大一樣 因為薩滿魚的combo是只會打單邊 可是巨靈是會 無條件少射的 沒有錯 這副我覺得還是 挺不錯的啦 因為我就直衝鑽武了 所以 對啊 而且 還蠻精彩的 OK OK 對面盛齊喔 痾痾應該不用 納克蘭衝擊 南扣力克 我有點絕啊兄弟 有點絕啊 不過我不是戰吼的牌喔 我是有 我想要來人狙擊 讚 嗯 哇塞 是可以拿沉默嗎 加油 可不可以給我沉默 沉默 OK 照明彈也來了 他理論上會有秘密嗎 等他把兩個秘密都拉出來我們再一起清掉 好啊 他讓我清這張喔 問題是這袋還最怕有格來了啦 看一下 我最怕有格來了 他沒有 天啊 哈哈哈哈 OK 沒有救贖喔! OK 充滿祕密的兄弟 死屍獸王 嗯? 二二衝鋒喔 三 三二衝刺 應該不會死吧?信念應該也不會死 信念加8,喔信念剛剛好 請不要抽到信念 王者 8 史上最激線 等下打納格蘭嗎?可能會不會尤格變成奇怪的東西 這裝備戰 補酒 有 這位抽 那個8上來喔? 抽 巴拉克上來 九星駕到 九星駕到 這應該有個來了啦 是3D 有可能清算之類的 有可能是 只是清算一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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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呵呵呵 所以信念文洋王會掛啊 他應該要解吧 他連接的話他會掛啊 BG 讚讚 被...其實差點被鎖出去了 他又八王跟這一副還蠻可的 不過我們還是贏啊 呵呵呵 讚 毒蛇花 法師 毒蛇花可以拿來測法反啊 如果需要的話 賽佛 土酒 對 秘密法 嗯嗯嗯 董伙伴 嗯嗯嗯嗯 花粉 呵呵呵 抽牌? 這會抽三張嗎? 會! 給他抽的有夠多 他上爆炸的張還會死喔 呵呵 天啊! 我才要齊廢吧? 快射 蹦蹦 所以我們有...突英放狗毒蛇花 來做事 測掉一張法反一張爆炸符文 喔!我有照明彈喔! 剛好夠喔 變形 聚靈喔 OK! 他還是沒能上場 呵呵呵 因為... 這個會怕他接下來的爆炸 還有其他東西 白人狙擊手 OK 欸 銅鬚 所以他已經沒有爆炸符文了 好 發反 發反 等一下可以拿... 兩個魔像 要靠臉了吧 還沒有要靠臉喔 OK 嗯...有可能有鏡像 算露能 醃陽 哦對喔!會發生這種事 終於也不怕火焰機關 我都忘記這個戰火也會雙倍了 OK 抽七張 只能打一兩張 抽七張 他還帶兩個變形藥水 應該是為了防那個切魂者 切魂魔 我們有許多慾望 沒事喔 呵呵呵 打得好 毒蛇花萬歲 呵呵呵 OK 這可以全流嗎 那邊速食喔 所以劍息其實還不錯喔 打速食的話 呃 快射呢 快射說實在好像 沒啥用喔 除非他先下那個 4-3 3-4-3啦 他如果先下紫羅蘭的話快射可以接 OK OK 所以接下來問題是我要不要直接打箭矢喔 哈板 可以這樣 這樣至少可以塞住那個 可以塞住齊爾的 奪魂 憨兒 我們把踏板掛上來 看到底有沒有用 呵呵呵 呵呵呵 所以他的奪魂現在是 喔他沒有打奪魂 其實想要雙幻齁 要不要打奪魂啊 這張踏板陷阱就是為你們而待的 呵呵呵呵 他搞不好有一張奪魂嗎 可是他這樣子現在那個 水晶就不大夠了 所以大家打4加1 4加1的話 有爆牌嗎 會剛好滿牌 呵呵 所以還是會怕4加1啦 OK 沒有 他帶版本跟我的版本也不大一樣 呵呵呵 GG 呵 踏板陷阱大成功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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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戰 呵呵呵 阿拉克 阿拉克 烈人內戰喔 烈人內戰喔 烈人內戰前三張應該要留吧 這應該不留 烈人內戰前三張應該要留 烈人內戰可能巨靈也是不錯 好啦 糊塑烈 鋸靈 等一下可以錢幣拿刀子或者持久手 沒辦法 所以他如果換進來的話,或他不換的話 他換起來撲一堆小場,我們可以打巨靈 直接就巨靈了 讚 雖然臉被在尻了3D 這樣喔 所以給我照明彈吧 安安 雖然我們的賽佛也會一起 浴火焚身,浴石聚焚 呵呵呵 我這次沒有辦法試 他...他骰到冰凍了 讚讚 呵呵呵 轉無 醒 呵呵呵 哇,你看完了耶 要不要考慮暗戰還有留個言呢 呵呵,可以考慮訂閱 那...這是今天的牌啦 然後...這副其實要在巨靈 然後基本上沒有其他牌組有用到巨靈過啦 不過就是... 無雙烈嘛 呵呵 而且現在有毒蛇花,其實有些牌組搞不好會用巨靈啦 不過說實在 一定要偏控制或是中速的 中速然後... 或者是中速後面一點的 那... 獵人才會用到巨靈加毒蛇花這個combo啦 所以combo...也... 可能沒有那麼那麼強 因為你也會燒到自己的手下 所以有點像是... 危機解牌的感覺啦 不過說實在毒蛇花還蠻強的 因為有蠻多衝刺野獸 然後...蠻長你會拿衝刺野獸 像這個... 全爪三貓就變得蠻厲害 因為... 他可以衝刺嘛 然後你就直接貼一個毒在他身上 然後直接可以換一個大怪 然後像是放狗啊 這類東西...也都變得強很多 嗯... 還有沙漠之矛啊 這種會衝刺的東西 所以...其實還帶了蠻多會衝刺的東西啦 話說其實有一個combo 我不知道現在還會不會運作啦 就是以前... 如果... 你在變身成死之獸王之前 你拿一把... 致命劇毒武器的話 這個傷害... 這對全部敵方手下造成兩點傷害的傷害 會帶致命劇毒 我不知道現在還會不會運作 因為如果會運作的話 這個毒擊攻就可以... 跟死之獸王的一個殺combo啦 嗯... 呵呵呵... 對... 不過... 我覺得有機會是不會運作啦 然後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帶那個藍衝擊 啊那個藍衝擊是... 像我們後期有... 再多一點斬殺或斬殺兼清場的可能性 嗯... 大概就...大概就是這樣 嗯... 這一塊還不錯 然後踏板很明顯是拿來課那個... 就是我們全部只帶一個秘密就踏板 呵呵... 就是完全來課那個... 呃... 術士的啦 不過我爬到... 轉八之後其實術士沒有那麼多 我也不太確定為什麼 但是因為... 現在有蠻多人在來... 就來抓術士的啦 嗯... 像我們打到第一個... 法師的... 帶的秘密也是... 帶兩張便揚... 感覺也是... 來抓術士的... 嗯... 大概就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 好... 好...